你有想过5000天后的世界 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 一年365天 5000天就是13年8个月左右 也就是大概2036年 我应该还是像这样年轻年轻貌美吧 没有人在问你问你世界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玛丽欧 我是朱朱 阅读提案 我们每周轮流提案一本书 本周是我提的5000天后的世界 作者是Kevin Kelly 好这个Kevin Kelly就是 大家喜欢称呼他为KK KK 但他其实年纪也不小了 我以为你在写KK 我以为是白铃果KK Ken and Kelly 不是他们年轻太多了 稍微介绍一下 KK在科技权算蛮有名的一个任务 就是以撰写一些分析还有预测 他算是文明的 但是我必须承认 虽然说我有写说 我觉得他的在科技美业界的地位 可能跟之前退休的前华尔街日报记者 跟Record的创办人 Wall Musburger 就是汉堡大叔同等 但是汉堡大叔比较是产品 或者说一些技术类的分析 然后他的 他跟Steve Jobs 还有那个比尔盖茨的好朋友 我知道他 你说汉堡大叔还是KK 汉堡大叔 对汉堡大叔 对 他跟那个Steve Jobs 真的是关系很好 他是可以把 这两个人可以交到台上 因为以前有一个那个迷因图 就是Steve Jobs跟Bill Gates 坐在一起 然后两个人就是 他们会各种各样的那种 对话框在上面 那个迷因图 那个其实是一场他们办的活动 就是汉堡大叔 他们华尔街日报办的活动 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两个人 叫在一起 但是KK其实相较来讲 不太走这个路数 他就是写的比较 更人文风格 然后会写很多这种 一些各种科技的未来 还有一些跟现代 或者是社会连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不就是科技线版的 推测设计 不要再讲推测设计的 你要就是下一次 再讲这个东西 好 反正这本书 其实相隔很久 他上一本书叫必然 是2016年 那这一本书 其实是一个日本的记者 和编辑 然后在大概花了两三 应该有三年的时间吧 还是两年多 就对KK进行采访 然后写下来 所以KK有点像是口述 所以他里面都是第一人称口吻 但是就是口述 那主要就是在讨论跟 像是思考 就是未来再过5000天的话 再过5000个日子的话 这个世界会因为科技变成什么样子 再过13年 我觉得5000天有点太模糊了 我们就直接讲13多年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讲5000天吗 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其实有过一篇文章 就是在讲5000日之后的世界 所以这有点像是 那一篇文章的延伸 对 因为他那个概念就有点像是说 他把它从 www 就是 www 这个东西的商业化开始 就是免费 那时候在1991年 Tim Bernadie他在CERN 就是欧洲的一个研究单位 提出了这个东西 然后后来他就决定不申请专利 然后把这个开放给全世界的人用 那时候大概是1993年 你说 www 对 这一个协定 这个技术 然后所以大家就可以免费的使用 www 不用付任何的授权费 所以免费使用这个全球咨询网 那中国那边翻译好像叫万维网吧 后来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 网页浏览器的新起 包含了Mosaic Nescap Nescap上市之后 每次就是微软也开始出自己的浏览器 就是IE嘛 那后来就是一路有 曾经有一度的浏览器大战 到现在的Chrome什么等等 这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呢 1993年过了5000天之后 大概就是社群媒体的新起 就是2006年左右 2006年就是Facebook YouTube Twitter其实都出现了 Facebook是2004 YouTube是2005 Twitter是2006 那所以他等于现在讲说 在这个社群媒体 新起之后的5000天 就是从上一次的5000 到这次的5000 把它借起来 对 就是这5000天发生这些事情 那接下来就在讨论说 那下一个5000日 就是13年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他这本书的书写的时间是 他的开始时间 其实是2019年 然后但在中间就发生疫情嘛 就2020年开始疫情爆发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采访 又开始有变成远距的采访 所以这个2020年的疫情 当然在书里面 也会稍微有提到 就是对于COVID 对疫苗这件事情 但他没有讲很多啦 他当然会有一些影响 但他并没有讲很多 不过我觉得COVID 当然在这三年是一个 非常剧烈的 对于很多科技应用的转变 对 就包含了大家 加速保证 加速进去 像比如说 如果你今天在讲 元宇宙是2019年的时候 大家可能还没有那么强烈 去想象那个是什么东西 或者说觉得有这么迫切的需要 可是的确在这三年当中 大家就对于 首先第一个那个 视讯会议变成是一种 常态 很普通的 对大家都很习惯 而且不是上班族习惯 是全部从学生小朋友 然后到那个可能长辈都知道 对现在我们都是可以 试着训这样子 对所以那是一个 很剧烈的转变 那你更容易去想下一步 就是进入到所谓元宇宙 这种东西 就是变成虚拟世界 跟实体世界的混合 这种感觉这样子 对 所以他上一本书叫必然 其实是提了12个章节 那本书其实比较厚 然后去分析他的一些想法 那其中有一个 我觉得给蛮多的刺激 其中有一个就是 问问题这件事情 他里面就有提出来 就是他觉得在未来 问问题会比回答问题来的更重要 就像上一次节目 我们有讨论到的 对 就是 新人类是要懂得问问题 跟会问对问题的人 像你上次 我们在讲那个 社会沟通的时候 不是说你要缓解你的AI焦虑 这件事情吗 那后来我们不是有讲到说 其实 现在大家已经慢慢摸清楚说 你要会下指令 这件事情 其实下指令某种程度就是 你在提出一个问题 因为你要告诉他 你在问他一个问题嘛 下指令就这样 你请AI帮你做某件事情 但如果你这个问题 问得不精准 他回答东西可能就会 很空 对 牛头不对 马嘴 答非所问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有趣的 那我们就 上次你讲AI焦虑 那我们就可以来谈谈科技的各种各样的影响 到底会是什么想象 耶 但如果他 你刚刚说他是2019年 然后现在5000天的话 其实现在算起来的话 也已经过了快四年 他其实完书是应该2021年啦 就是他开始写 开始讨论是2019 好 但是完成大概是2021年这样子 所以其实他第一章就在讲说 想象一个100万人可以一起工作未来 会是什么样子 他所谓100万人一起工作 不是在一个城市里面 是在一个你真的可以接触到的地方 就是有点像是你随时好像就可以接触到这100万人 或是100万人可以一起协作某件事情 透过这个想象 他就是说 他觉得需要的技术就包含了智慧眼镜 然后人工智慧 然后还有区块链 还有网路吧 网路已经是一个最底层的东西了 可是那个网路 现在虽然有网路 网路也没那么快啊 对对对 是啊是啊 所以更高速的网路 他其实这些东西已经是预设了啦 就是他假设这些东西不会被 不会消失啊 对 那智慧眼镜就跟你在看那种什么一级玩家啊 或者是 嗯嗯 科南 大家在出那个什么VR眼镜啊 或 科南那个是AR眼镜嘛 就是把资讯盖在实体世界中这样子 对对对 那那个智慧眼镜就是 有点像是混合 就是AR VR都有可能 刀剑神域 对就是你逛上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 嗯嗯 那这个当然在过去这几年 很多想要实作 或是在电影里面可能都看得到 那所以这是一个 然后再来就是 他人工智慧其实包含了 呃他所谓的羽翼网 羽翼网就是 比如说你现在戴着眼镜 然后你看着桌上这一杯啤酒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立刻产出很多 翻译成你认识的语言 这是一个 或者是他会告诉你说很多知识 比如说 嗯 这个啤酒现在几度 哦 现在是冰的嘛 嗯 那他现在是几度 然后他开了之后 里面的热量可能就跑出来 告诉你说 哦这一杯啤酒 哪里好大啊 跟酒精浓度是多少 我要关掉这个功能 或者说我们倒一杯红酒 嗯 然后倒一杯红酒的时候 他在跟你说产地在哪 对对他产地啊 不需要四九十 你还要在那边扫 现在都还在那边扫 说这个酒资讯什么 嗯 那就变成说他直接可以告诉你 或者说 这个酒是 比较放多久了 嗯 是不是一个室影温度 可能他就会显示一个 室影温度表这样子 说不定现在有些军方科技已经有了 所以他不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东西 对 只是说怎么样把它始作到一个很顺畅 然后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再来一个 在这个一起工作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如果你要让这么多人一起工作的话 就是翻译 自动翻译 嗯 因为你不能假设说 大家都讲同样的语言嘛 如果说这一百万人里面 有各个多国语言 那现在大家都是比较用英文 对 对 就最常用的 可能就是 透过英文的方式来沟通 还要学习 还要考试 对 以后不用考试了 以后不用学英文了 英文老师失业了 拜拜 就是他就会假设 好像以前 小叮当里面说 哆啦哀梦 不是有什么 翻译 蒟若吧 哦 对 蒟若 吐司是记忆吐司 没有童年 对不起 对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听懂 对方在讲什么 其实很多科幻电影 大概都是这样子啊 不然就是 先稍微介绍一下 然后之后全部都变成英文 这样子 对 就在拍电影的时候 但总之就是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的理解 顺畅的沟通 对理解彼此在讲什么 所以这件事情也很重要 那在区块链 其实比较像是说 金流的服务 就是他假设一个 可能不是用某一国的货币 做这件事情 或者说他可能还是 某一个国家的数位货币 这样子 就加密数位货币 或者是终点站 终点站 你说靠时间来付钱 对 对 你的生命 之类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书 其实书不厚 但是就是他提了很多 很多想法 很好玩 你就去延伸 就觉得 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 跳到下一个 对 里面就是讲一讲 突然提了观点说 那如果今天老人 就是老年人 也可以很熟悉 这些科技的话 那你看 如果他们熟悉科技 然后又有经验 那年轻人 不是反过来反汇失业吗 就如果老年人 也可以很快速的 熟练 熟悉这些技术的话 那年轻人 他的优势会 会在哪里 反应速度啊 当然有可能 可是你要想 现在的生物科技 这么发达 就是人类的 会越来越长 对 状态会越来越好 状态越来越好 然后像大家也会 越来越知道 你要靠什么方式 去维持你的健康 不只是饮食 或者是那种包养品 比如包养运动的方式 对 那它都会 让你的健康状态 可以维持得更强更好 那所以反过来 反而是这种 没有经验的年轻人 他过往的优势 会是什么 现在会不会就变成 比较 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这很好玩 我觉得这个想法 就很好玩 好心哦 对 好所以呢 刚那时候列了什么东西 哦 末日电影 末日电影或影集 因为我为什么会讲 末日电影或影集 原因是因为 KK他在里面一直讲说 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在以前到现在 他都讲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他认为科技会带来很多影响 那有正面的有负面的 但他一直认为 正面的会比负面多一点点 嗯 对 就是可能51的正面 49的负面 那他跟你所谓末日电影的 因为你 关联性 就是你不觉得现在 很多科幻电影或是影集 大家都很喜欢走那种末日风 像最近很红那个最后生还者 嗯 他其实就是末日风啊 就是真俊 就是把人类全部干掉 对 然后就倒退这样子 或者是像 呃 我看过那种就是 电力突然消失不能用 还有那个啊 有一个那个 蒙布 哦 进戒还是什么 就是你睁开眼 你就会 挂掉 被攻击 对 还有那个 我有看那个啊 我是传奇 对啊 机械公敌 私塑列车 机械公敌 对 机械公敌 其实就是 艾希莫夫的小说改编 艾罗巴特 他 他发现人类才是这个地球的病毒 其实不是哦 其实 其实应该说 那个AI说的 对 那个机器 那个AI认为 人类不是这个世界的病毒 他认为 人类是人类最大的威胁 哦 对 人类是人类这个群体 最大的威胁 所以他们要消灭人类 他没有消灭人类 他把人类关起来 哦 对 整个 整个电影的概念是 他好像要 杀掉 杀 消灭人类 但他是说 没有你们只要乖乖的 我们没有要消灭你 我们就是把你关起来 哦 你不要再做 雨举的事情了 对 你就乖乖的就好了 原因是因为 他有一个 所谓的机器人三大法则 然后得到的 一个结论就是 我们要保护人类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要让人类做蠢事 嗯 对 所以你就不要动 感觉这很可能会发生 不知道为什么 对 但是 我会觉得 其实这些东西 都有点是 好像一瞬之间 变成这样子 可是实际上 顺着KK的这种 思维 乐观的方式 其实他就是 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但是我们会找到方法去解决 然后让他可能可以变得好 像他之前就会讲说 四大科技巨头会垄断啊 就是会占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他同时现在也预测说 他觉得未来 这些东西不会是 四大巨头能够掌握的 而是会出现很多新的 新创公司 或者其他的公司 会串起来 对 他的概念会是这个样子 嗯 但如果是电影的话 其实我还想到一个是那个 嗯 最杀星期一 哦 我觉得那一部也很 蛮科幻的 然后他主要的载具是手环 嗯 对 然后就是一切都 我觉得都蛮现代的 但 或者说你说像 骇客任务好了 这他其实也算是 一种 骇客任务 他那一派应该是 一级玩家那种系列 他其实 进到一个世界 但他其实 没有他其实也是末日啊 因为 或者像类似那个什么 魔鬼终结者一样 嗯 就是AI控制的一切 然后就是要 消灭人类这样子 对 但是KK的概念 或者是我现在看 我也觉得 应该 不是那个样子 就是 会不会走到那个程度 我会觉得 应该是不会 那可能还要两百年 我们都看不到 我不知道会走 我不知道会到多久啦 那里面 其实提了很多 很多很多东西 我是觉得 都蛮好玩的 我们就讲一讲 他预测的 好啊 预测的事情好了 比如说他预测 五年内 几乎所有的新车 都是电动车 你同意吗 我不确定 但是如果是新车 是电动车 那应该是 可是我觉得电动车 现在还有个问题 是充电站 对啊 当然啊 对 就所有的科技普及 它中间一定都会有问题 要解决啊 对 那 就像你看 现在哥哥 推那么久 也不是满街都 哥哥 这种电动摩托车 对 所以我觉得 应该还是有难度 我觉得五年内 要做到新车 出厂的车 都是电动车 我觉得不太可能 对 因为五年内 就是2028年嘛 我觉得 就是说 它的 它不是说旧车都 或说全部在跑的 都变成电动车 对 是新推出来的 没错 我觉得是 有一点难度的 对 就有点难度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下一题 这很酷 来 十年内 中国会推出 相当于iPhone 包含欧美人在内 全世界的人 都想买的中国产品 它是指产品 还是指手机 产品产品 不一定是手机 我觉得这题 现在已经是了 哈哈哈哈 物美价人 谁不买报 那它的 对 我觉得它有点像是 因为它特别提iPhone 就有点像是说 科技产品 不一定科技产品 但就是 有点像很潮的感觉 要有一种 品牌的潮感 我有了 我就是 对对对 你会觉得很自豪的那种 或者说觉得 诶 我就帅 这样子 你觉得有吗 感觉 有机会 可是 目前的 现在世界的局势 好像还有 有点困难 还是有点难度 其实我想到的第一个 其实是TikTok 对 软体 对 因为它不是 它不用买嘛 它是免费用的 对 但我 我是觉得TikTok 是已经达到这个 等级的 可是TikTok 也没有到 就是 我有TikTok 我很怎么样 对 还没有到 很怎么样 这一 part 可是你看 他们已经很多人 都是觉得 那是我很重要的 一个社群平台 或者是我的 身份认同 我不知道 懂 对 因为上面有个 社交的那个 对啊 就是影响力 其实很强大 那个真的很强 我觉得TikTok 在欧美的影响力 真的很强大 我觉得中国会推出产品 但是会不会让 大家都会觉得 趋之若鹜 我保留一个问号 但其实像 如果认真说话 其实大疆就是 对啊 无人机 是 DJI 大疆就是 DJI 对 而且那个无人机 是真的是 就是以无人机品牌 来讲算是 非常非常厉害 就物美 价廉 它应该没有到物美吧 有 它就是 应该没有到价廉吧 有 真的吗 它有比较便宜吗 它没有比较便宜吧 它其实算便宜 就是以CP值来说 真的吗 大疆是真的是 功能啊 性价比 极高 对 毕竟我们之前也是 也是 有小小带过 无人机公司 没有玩过 但我知道它是 很好的 无人机的产品 对 再来就是 自驾车 将会在2046年之后 成为主流 自动驾驶 十几年 已经2040是 在十年后 不只啊 17年后 成为主流 主流 我觉得 可是这个的背后 其实就是你要是电动车 电动车 几乎是成为 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 不可能 不可能吗 我跟你讲 其实反而是你刚刚讲的 那个 Line City 对 那我要先讲 我要赶快讲 就是你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就刚刚在那个节目开始 我就很兴奋跟玛丽欧分享说 沙烏地阿拉伯有一个Mirror Line 就是这个 沙烏地阿拉伯很疯 就是他们很有钱 所以他们都会想要做一些 很有挑战性的东西 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全长120公里 对 然后高400多多公尺高的一个镜面的长形的城市 然后他们觉得这城市 他们预设它未来可以容纳500万人 以及就现在这个城市 已经有非常多世界最顶尖的建筑师 投入在进行做设计 然后他们有预售物的概念 所以他们也会卖 里面的那个 就是你住进去的房子 已经在卖了 对 我觉得 应该是在这种全新的城市 对 因为他其实有提到 他觉得纯自驾车环境 比较有可能 自驾车跟人类驾驶车 混合在一起的环境 反而比较恐怖 比较难达成 对 就是你要把那个落后的人补起来 不讲那些落后 就是科技不一致的 对 你如果全部都是无法控制 那可能大家就不能怎么样嘛 但如果今天你是有人在那边开 然后 对 我觉得他反而会 而且法规会不一样 我觉得法规限制一定不一样 对 所以反而比较难 那我觉得2040年成为主流 应该是说 有些地方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或者是共产主义国家吧 要换就是 对 或 其实就是说 像你刚刚讲的那种全新打造的一个城市 像印尼 它是要搬首都 对 就是 你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城市的话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对 好 再来就是25年后会有更实用的智慧眼镜 我觉得这种很像废话 嗯 对 对 25年后会有更实用的智慧眼镜 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就是我其实 就是看智慧眼镜 我都觉得他就是很像电影的噱头 你就把它想成是 1990年代的行动电话就好了 80年代 90年代 行动电话 它几乎不是一个 没那么实用 它可以拿来做点事情 还是如果智慧眼镜之后可以拿来开会 就像Kingsman 对啊 就是它就是那个概念 金牌特务 对对对 就是它一定是AR跟VR混合在一起 对 对 这也是一定的 好啦 然后25年以内 以内哦 科技四巨头 他们已经要被取代了 科技四巨头将被取代 他们已经 科技四巨头我们先讲一下 科技四巨头在 应该是GaFa 就是Google Apple Amazon跟Facebook 对 所以就是现在已经不是 GaFa 应该是Apple Amazon Alphabet 跟Meta 这样子 应该是 应该要这样讲 然后它觉得会被取代 但我觉得 程度可能不太一样 好 然后再来就是 飞天车 普及 第五元素就在那边 飞天发宝的时候 就有了概念 还要在30年 啊 还要在30年 后续Line的程式会有 普及程度 Mirror Line 一样嘛 就是你讲的 就是你全新的 它能够做 我一定比较容易 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像 你看那时候 我在看 回到未来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很期待 2015年 就会有飞天车了 2015 就过很久了 2015在看吧 因为它的电影是 1985年拍的嘛 所以它那时候 想的30年 就是2015年嘛 然后想的2015年 就已经有一个 可以到处都是飞天车 这样子 2015年的关键 你才是个宝宝 对啊 就是现在 没有飞天车 没有嘛 对啊 还有在30年 很好期待哦 然后人工智慧 在未来50年 会跟自动化 还有工业革命的 影响相比 嗯 这个我觉得是 蛮合理的一个 但是在50年嘛 哦 它是说 它的影响力 带来的影响力 因为工业革命 影响力 在太强大了 对 然后自动化 就是机器开始 可以 取代人力 对 取代很大量的人力的时候 它的整个影响 变得非常大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呃 经过50年 哦 又是50年 一般人能够理解 新科技不会夺走工作 是增加工作机会 嗯 怎么看这件事情 现在已经 大家要被迫了 接受这件事情啦 AI的关系 而且我觉得 其实 它这句话 应该是建立在 还没有疫情前的 那个对话基础 我在猜 我觉得不是耶 我觉得 那个概念 有点像是说 它会有很多 新的工作出来 就新科技 会带来很多 新的工作 对 但是 也会有 工作不见 是真的 我觉得这是真的 只是 有点像是说 那你可以 做别的工作 那这个东西 在经济学上 一直都存在 这个讲法 可是 一般的人 就会觉得说 你这个有点 何不食肉迷 就是 现在说 哦 AI很夯啊 AI很厉害啊 然后你说 那你就可以去 就是做AI相关 的研究和开发 但问题是你要一个 我们写文章的人 然后你跟我讲说 不会啊 你就会写程式就好了 你就想说 哇 他讲得很轻松耶 讲得很轻松哦 何不食肉迷 对啊 我觉得他的 很多人可能听到的时候 第一个直觉反应 会是这样子 就是 哦 我看到了现在 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就像你讲的 AI焦虑一样 哦 我知道现在这东西 变得很夯 可是我跟不上啊 嗯 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 就像他刚刚讲的 我觉得他觉得 这个概念是连贯下来的 就是说 对 是这样子 没错 可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的 生物科技进步 我们的健康年龄都增加 然后科技也会变得 比较容易使用 所以你可能会有一些 你之前的经验 结合在一起 你自己开发了一些 新的工作 然后那个工作 可能就不是 之前存在的 包含了年纪大的人 可能也都可以做 你知道吗 所以 对你现在有的工作 可能会消失 但是 透过这些 新科技的普及 你也会学习的很快 对 你会学习的很快 然后转的很快 你可以转的过去的 不会像 几十年前 或甚至一两百年前 那个转换难度太高了 因为 以前你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做农夫 你的儿子可能也是农夫 就三代务农 你就只会这件事情 但是 以现阶段的 科技学习的速度来讲 就是你一直在 过程中 你一直在接触 这些 你也不停的进化 对 所以本来就会比之前转换的能力会更强啦 对 但当然你不能够去 没法量化说 到底转换速度是多少啊 谁可以 谁不行啊 这当然就很困难 但他 我觉得他的一脉相传的概念 比他说 在一个科技乐观者的想法之下 是可以往这个方向走的 对 人人都有一台超级聪明的快意通 嗯 是啊 因为你看 你讲快意通 呃 现在不是 大家知道什么是快意通吗 无敌字典 对 无敌CP6 你现在看 每个人手上的手机 其实就已经超过 那个时候的 这样子的东西 对 然后像我的长辈 我的妈妈 他他现在拿的手机 也是新的嘛 而且现在这种等级的手机 已经不是十年前那种 他的计算能力 已经远强于 可能五六年前的电脑了 对 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在上面是可以做出来的 再来就是 个人资料 可以委托代理人处理 就像房地产一样 他的意思是指你这个人吗 不是 他是指个资 哦 就是我们认为是隐私的东西 因为现在大家不是在讲说 你Meta 或者是你 那个哪一个公司 哦 从我身上 用了我个资 然后换取广告什么 但我好像没有拿到 什么东西嘛 对 那其实这个 这个观点在之前 就有人提过了 就是个资未来 如果他们讲说 数据是未来的石油 他这么值钱的话 那拥有 本体拥有这些数据的人 应该从这件事情上获利 对 那所以你就是委托人 那你 但是问题是 你自己一个人 可能很难做嘛 就是你一个人的个资 所以你是要经纪人 对啊 你要经纪 就是真的啊 就是代理人啊 好像这是个生意 对啊 让我来想想 而且越 而且越 我们讲说越在社会上重要的人 或者是成功低违的人 他的个资是不是一定更珍贵 嗯 那我来想想这件事情 关键应该蛮多人 可以用的 对 好 然后最后一个 我看到的是 自动驾驶不只是汽车 还有无人机 哦 同意 嗯 就是无人机本来就是自动 就是他已经可以做到自动驾驶了啦 然后那无人机上面本来就没有人在操作 是你用遥控的方式 对 那接下来就是 有点像客机 也可以变成是无人驾驶 对 其实他要送货也是啊 对现在送货就是啊 就是用这样方式在做的 那他觉得这个 未来也会往那个方向发展 没错 嗯 最后我想要 还是很多可以讨论的东西啦 就是他在2010年有一本书 叫科技想要什么的时候 其实他提了很多有趣的思考方式 就是当这些科技没有存在的时候 其实人类是不会出现那些伟大的创作者 或者是伟大的后来的一些工作者 嗯 他举的例子就是像 如果在发明大建青 这个科技前1000年 巴哈就出师的话 就已经有个巴哈了 可不可以是没有这个东西 他其实做不了任何事情 对 所以其实这有点有趣的地方就是 我们现在所熟悉 你随便讲一些创作者 Joeman Joeman 好 比如说没有YouTube的时候 那你是一个那么有想法或是 那么会卖饭团的人 你还是可以去卖饭团了 乱透了 但是他没有名 就卖不了这个联名饭团 对 就是有点像是 上面只会有艺人 这个 对 就是你如果没有电影这件事情的发明的话 对 那就不会有电影明星嘛 对 就你现在想到的任何一个电影明星 如果没有所谓的电影的话 这工作根本不存在 是 那或者说像 呃 就没有网络就不会有YouTube 对啊 也不会有YouTuber 也不会有Podcast嘛 对 也不会有我们在讲的 呃 比如说任何一种跟网络有关的 延伸出来的指引 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 对 所以就是很多很多人 他们可能有这个天分可以做某些事情 但是在没有这些科技之前 其实这些人就不会存在 但这有点 寄生蛋诞生机的问题 就到底是 因为科技 然后有这些人 还是因为有这些人 然后用这些科技 我们才想到 哦 原来可以这样用 究竟是英雄造实事 还是实事造应 其实不知道 但我觉得这就是 呃 KK 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刺激 很多想法 去思考 对 你去思考说 我会 它会避免掉 我们用一种很线性 或很 恶元的 就是哦 科技就是好 科技就是不好 然后新的科技 就是会让人失业 或者说AI 就是会让你很焦虑 然后我们有一天 就会被机器人 给囚禁起来 它是一个 非常直线性的思考之下 你会得到这个结论 可是中间 可能会发生 很多很多事情 就是 有点像 多重宇宙一样 然后就是 你要走到 那一个宇宙 其实那是 很多条选择 选择选择选择 选择出来的 有可能会走到 那个宇宙 但是实际上 这个过程中 它有太多的变数了 对 你知道吗 光是一个 比如说中美 现在这样子的关系 然后美国 不禁止出口 很多东西给中国 就可能 就会让中国 像我们刚刚讲的 它有没有办法打造一个 很棒的 新科技的产品 它难度就会高很多 对 可是如果没有 这件事情的话 那或许 它就可以进步得更快 像 之前 中国发展得很快速的时候 就是美国还刻意 很多外商 要进去 要帮忙的时候 它的确就是很快 就串起来 所以这件事情 它的变数 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可以用一种 更多元的方式 去思考 所有的新的科技 然后搭上你现在 有的应用情境 跟想象 我觉得它就会有 非常 很多很好玩的可能性 对 好 所以呢 这一集就是 跟大家分享了 KK这本书 五千天后的世界 五千天后的世界 对 那到底 你觉得 五千天后的世界 长得什么样子呢 我们讲 2036年 你觉得2036年 有什么 不一样的东西出现 2036年 对 我在问听众 哦 好吧 我觉得 那我要讲 我觉得2036年 或许应该是 大家不需要学习语言的 跟很多课纲 会大幅改变 这个世界 有可能 因为你不用考试啊 但我觉得语言的 会变成可能 有点像是 一种艺术 对 可能会变成这种艺术 像书法一样 对 就是你会 大家会觉得 哇 天哪 你竟然会耶 对 有可能 有可能 好 你对于五千天后的世界 有什么想法 你觉得2036年 会有什么有趣的改变 英文老师会不会很教训呢 如果你是英文老师的话 或是你是日文老师的话 留言给我们 告诉我们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对 上一次我们叫大家留言给我们 你家冰冻 过一面有没有豌豆 有没有豌豆 很多人有来留言哦 好哦 我还是觉得不可能 好啦 这是这一集的阅读提案 谢谢影片开心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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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